Mercedes-Amg A45s 地表最强的 2.0 钢炮 全世界的人在讲这辆车的时候都讲它的性能 你以为我们今天要讲它的性能吗 对 我们就是要讲它的性能 而且我们会跟你分析 也会跟你分享一下 这辆车为什么它可以成为 地表最强的 2.0 钢炮 首先要打造一辆钢炮 车的车体刚性是最重要的 这款车呢 相比起普通的 A-Class 它的车体刚性提高了不少 原厂怎样提高它的刚性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增加车身的焊点以及粘着剂 第二点就是针对这个底盘处进行加强 这款车的很多它的悬吊啊 避震器等等都是采用了 AMG 专属的设计 刚性 披起普通版的 A-Class 还要高很多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前悬吊和后悬吊跟车体的连接处呢 原厂还采用了两根钢条来连接 借此提高它的刚性表现 所以在你进行激烈操架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这辆车的车体因为刚性不足而出现扭曲的情况 这样一来它的操控表现就会很凌厉的 所以这个新的 A45s 它的刚性表现跟操控表现 都不是普通版本的 A-Class 甚至是上一代的 A45 AMG 可以相比的 打造钢炮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引擎 虽然这辆车的排气量只有2.0公升 但是它的引擎还是这个 AMG 的 One Man One Engine 手工打造的引擎 在上面还有这个 AMG 工程师的签名 你以为这个就是它的卖点了吗 并不是 这具引擎的设计有很多巧思 如果你是熟悉引擎布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辆车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涡轮增压器都是放在引擎的后方 而前方直接是进气的 为什么原厂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的设计可以提升这个进气跟排气的效率 而且进气口在车头的话 可以降低这个引擎的高度 让它有着更低的重心 更好的操控表现 不过对于这样的设计呢 这个涡轮增压器的散热就很重要了 如果是引擎过热或者是涡轮增压器过热的情况下呢 它会影响到引擎的输出表现 所以原厂也特别针对着这个 引擎的冷却系统还有Intercooler进行的强化 让它不会因为放在后方没有办法撞风 导致它的引擎出现过热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这具引擎还有几个特点 接下来一一跟大家分析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进气跟排气端呢 都有这个可变气门真实技术 而且这个排气端还有可变气门扬程技术 这样都可以通过优化的进气跟排气效率 来提高引擎的马力表现 除此之外 这辆车还有一个黑科技 也就是双喷射技术 它分别采用了200Bar的缸内直喷喷嘴 还有70Bar的 旗管喷射喷嘴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驾驶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喷油方式 来为这个引擎提供燃油燃烧 也因为这些技术 也因为这些设计呢 这具引擎 目前通过了欧洲非常严格的 EURO60 排放法规 大家应该都知道 欧盟的排放法规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 但是 没有混合动力 没有48V 这具引擎 一样的 还是通过了这一个 欧洲的排放法规 打造钢炮的 第三个重点 变速箱 虽然说它没有了上一代 那个AMG 45的 非常好看的排档杆 但是这个变速箱其实进步非常的多 上一代的45系列采用的是 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经过AMG的特别调校 反应其实很好 但是顿错感就明显了一点 而这一次 这个新一代的45系列 采用的是全新开发的 8速双离合器 变速箱 这具变速箱进步在哪里 首先 换挡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换挡时间变得非常的快 第二点就是这个可承受马力表现 这台车的最大马力达到了421PS 风式扭力表现500Nm 想要承受那么强大的引擎马力跟引擎扭力呢 这个变速箱 它的硬件细节 还有它的离合器 都要经过特别的油化 第三点就是它的 档位多了一个 你千万不要只小看 只多了一个档位 它可以让车辆的加速换挡 变得更为绵密 而且加速表现也可以更快 经过实测 这辆车真的可以在4秒就完成0到100的加速 只是比官方的数据慢了0.1秒 而且这还要是在马来西亚非常非常热的天气下完成的数据 这个变速箱 我可以给赞 因为它不像上一代的变速箱顿手感那么强烈 打造钢炮的第四个重点 OVD全轮传动系统 这款车采用的全轮传动系统叫做4MATIC PLUS PLUS在哪里呢 它多了一个叫做AMG Talk Control的系统 中文叫做后轮扭矩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强度呢 它可以更为精准的控制后轮的扭矩传送 甚至可以控制 让这个扭矩只传到其中一个轮子上面 因此这台车的全轮传动系统非常的强悍 因为这款车是一款横置引擎的全轮驱动车款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驾驶 它是前面70后面30 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是5050 甚至是3070 或者是0100 所以这款车实际上它是支援这一个 飘移模式的 你可以想象呢在一款横置引擎的 全轮驱动车款上面 可以实现飘移 而且这一个还不是这个4MATIC PLUS系统最强的地方 4MATIC PLUS系统呢甚至可以让其他的轮圈 没有扭矩只把扭矩集中在一个轮子上面 那么这辆车在弯道表现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腿头状况 所以这款车的操控表现 真的真的很赞 第五点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 钢炮就是到了钢炮的设计 这辆车帅不帅 真的是非常的帅 非常大的这个扰流器 非常大的尾翼 脊皮材质的这个内装等等 都让你热血飞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红色的安全带 当然这个安全带都够你热血了吧 而且这个AMG的steering上面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附有这个彩色screen的这一个 驾驶模式切换按键 这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炫目 单单就是这一个设计 我就觉得这个A45S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还有我们在第四点讲到的这个 飘移模式切换呢 就是在这里进行控制的 OK 讲了这么多 走 我们去简单的试驾一下这辆车 走吧 下去试一下我最喜欢的钢炮A45S 这一代A45S的这个直观感受太强了 以前的A45S呢 就算说它是一台钢炮 但是起步 它的这个加速表现都没有那么迅猛 这个你看我真的只是轻彩油门帮 我那个贴背感真的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加上这个原本就很帅的红色的氛围灯色剂 坐下去真的是 爽 不过我必须要称赞它的一点是 就算说这款车是一个 钢炮车型 但是它有在意到新一代的消费者 其实是比较在意这个车辆的电子辅助功能 所以它的电子辅助其实还是蛮多的 例如讲这一个 它的方向盘呢 辅助真的是非常的轻 所以 这个方向盘的设定 女生都很容易开 并不像上一代的车型 上一代的车型真的好重 而且虽然轻归轻 但是它的指向性还是非常的足 然后这个变速箱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它完全的没有上一代那种蹲挫感受 金甲细爽啊 可以看到 它的四轮驱动系统真的是 可以把这个扭矩分配到非常非常好的地步 刚才我那个弯我其实就是 身踩油门出弯 它基本上四个轮都抓得到 它并不会出现说一些 四轮驱动有一时候会有点 微微失控的感觉 这个是我很喜欢它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 就算是你今天你不想去lub它 你不想去踩它 你只要普普通通的驾 就像这样子 慢慢驾 走走停停的话 其实它的这一个变速箱的表现真的是会让你很惊艳 上一代真的是 臭到我 有时候会想 可是这一个 非常的平顺 所以这个8速的 双离合器变速箱它不仅仅是可以给到你很好的性能 而且它还可以有这个很好的绵密性 减少这个蹲挫感 这个是我觉得它很强的地方 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只是confort模式哦 我根本 我觉得我根本都不需要去加 换到这个运动模式啊 还是什么模式来加这辆车 这样子的动力表现给我真的是很爽的 看它身踩一下油门它就恢复那个暴力凶兽的感觉 那个加速 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啦大家开车还是小心为主 尤其是在这种小地方 刚才我们在那段路其实是相对的空旷所以我才比较有稍微拆一下 像这里车多人多的话 我们还是用一般的速度就开就好 但是这台车你开出去 你只需要踩一踩这个引擎稍微大声一点 你就是整条街最亮的载 因为这个引擎的声浪真的是 爽 但是呢这台车的缺点还真的是蛮明显一下 就算现在我的驾驶模式 是这个舒适模式下 它这个悬吊真的是很硬 它基本上它都完全控制不到那些水阵 大家可以看从画面的抖动就可以看到这个水阵真的是蛮明显的 它根本都没有柔软的那一面 这样子的设定可以让你驾驶的时候享有非常好的操控表现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会牺牲掉这个舒适性 所以就看你要哪一个比较多 不过我可以肯定除非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很热血的驾驶者 但不然的话 它驾驾驶层还应该会打你 大家不要看我的速度好像很快 可是实际上我还是以这个时速80的速度 来驾这辆车 刚才最快也是去到90而已 我的镜头可以坐着 所以我没有危险驾驶 不过这辆车真的是如果你是车主的话 我真的是建议你如果以后有什么track day啊 真的要下场跑一跑 不然的话你真的发挥不到它的权力 我对它的操控表现 动力表现 还有这个四轮驱动的4MATIC PLUS的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至于为什么我没有试飘移模式 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不会飘移 如果经常有follow我们channel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个人很喜欢先备车 尤其是这种Hot Hatch 所以当这款车在推出的时候 售价比起上一代高了差不多10万令吉 很多人说越卖越贵 其实我是在帮它养化的 而且帮了不少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款车 确实这款车真的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 原厂有引进的钢炮车型中 我个人觉得最好玩的一款 但是这款车也不是说它没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太过于硬派 它的悬吊虽然说是主动式的电子悬吊 但是就算是在这个comfort模式下面呢 它的悬吊还是非常的弹跳 如果你买这台车 载你的老婆或者是载你的女朋友 你的头应该会被它打 因为真的太跳太不舒服了 但是如果这个只是你的weekend car 而是驾出去玩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们影片到最后的总结啊 如果说今天我有这个50万令吉 我要买一辆钢炮 我会不会买这台车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这台车给我的话有一点多了 并不是说它不好 只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呢 你能不能够发挥它的性能 能不能够发挥它的引擎动力 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还是喜欢这款车的 可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可能我会选择 稍微低一阶的 A35 AMG Formatting 因为 虽然说马力的表现没有那么强 但是它同样有四轮驱动系统 同样的也有不错的车离钢线 因此它的操控表现也很好 我觉得那辆车更为适合我 可是不能否认的是 A45S AMG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 不幸的话你自己去Stream试一试 你就会很喜欢的 对了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 新一代的A45其实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AMG A45跟AMG A45S 两者间有什么差别 第一点就是引擎的马力 第二点就是这个4Matic Plus 这个4Matic Plus能够让它实现漂移模式 可是这一个功能在A45上面是没有的 只有A45S才有 所以实际上 Mercedes-Benz Malaysia 在本地市场的诚意 还是很够的 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喜欢它的话 记得去试驾一下 好啦我是Ivan 今天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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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